外地他们就门诊不报销啊 他就说你非得住院 是 非得住院还报销了 大爷是当年是 他也是这儿的 也是这儿的人他当兵走的 当兵走转业了 就转到水的泥 哦 现在 半身不随 卖毒费 他这反着什么来抢 一年得上两回 那当年大爷当的是什么兵呢 不知道 那理论应该好啊 当兵完了他就上那个 转业就转到那个水泥泥了 就跟那干了这么多年 干了六十 东北退休还没还没我 还没我的钱多了 他上班上三十六年 我上 我还上那个六年班 还没我多了钱 因为我北京退休啊 他是东北退休啊 大爷在东北来讲上了三十六年的班 您在北京上六年班 还没我多了 我还得比他多欠点一千块钱了 那对于大爷当完兵分到的东北的水泥局 他流动的呀 你这儿建设完了 他就挪窝了 你那三十一发电 也有路了也有水了也有电了 那你就你就走了 哪见苦上哪去 哪苦上哪去 哪苦上哪去 现在退休啊没钱 那大妈您今年有 我八十二了 八十二 哎呦 我现在我是农业社转的 我上六年班 我现在不把我累死 那您当时年轻出您是做什么 我 住地的 哦住地啊 是住派 这就是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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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您住完地之后呢 就转工了 后来八四年转工 哦 就转的为啥 那那会转工厂就送公明了 啊就是 那八四年那会您多大 四十六我吧 四十四吧 哦等于等于四十四岁 之前一直在种地 啊是种地 我就上六年班 哦就上六年班 嗯 上六年班 我家上 到三十六年还没我钱多 那但是您种地的时候 当时算工零吗 不算 哦不算工零 啊不算工零 啊 现在上六年班吧也算十五年 哦 那您现在就是退休费来讲 您是 我拿四千 四千 大爷是 还不三点多点 三点多 我拿您大爷等于高了一千 一千多一点 就是啊 他 他还没有老老了 因为老了都有病啊 他的住院还有了 不是住院没有 哦 住院 门诊 门诊 门诊不报销 白帝的 来北京调病 门诊不报销 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就本身就是北京人 哪里哪里去啊 上哪里去啊 那时候人的思想都可以 对 就是 没啊 还没我钱多了 还没有老老 你瞧病 你老了多少病 对 没有报销 回到住院 要不什么 他一站愿我说 我说你们先给办住院走去吧 啊 住院上 办住院走一下 刚有23年 一地报销 以前还得游走啊 还得都印完了游走 游到那儿还得 起码得一年给你游回来 还报不了多少 是 那大爷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呀 现在身体不怎么样啊 他得那个 半真不分老月酸 得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那等于是当时六十多岁 大爷比您大 比我大五十 哦比您大 他二十七了 嗯 二十七 照顾得好啊 他也就 咱就凑合着吧 呵呵呵呵 照顾得 你说可不是就是啊 他 现在他这么点钱 我说 我说你瞧你 哎 干了半天嘛 我说你瞧你还没我的钱多 我说你给你们单位 去给你们单位写封信 问啊 写封信了 单位说了 哎 你比当地的钱还多了